方女士是一名孕妇 她说前阵子家里的隔离中央空调突然冒出火星 掉到儿子床上棉被都起火了 把她给吓坏了 这是方女士拍下的照片 床上的棉被已经被烧焦一块 方女士感叹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 事情发生在1月26号晚上将近11点 她比往常睡得晚了点 睡之前闻到有股焦味 她试着找源头 到小孩房间来看一下 门打开就闻到一股很浓的焦味 然后那个火都从下面空调出风口这里 有十几二十滴这样掉下来 然后这个床尾这一块已经都着起来了 方女士的儿子七岁单独睡一间 当时她睡得正香 方女士说火已经窜得有床栏那么高了 她的那个脚后那个头是在那边的 那我当时过不了这么多密活 我只能把那个小孩子棉被掀掉 然后把把她直接抱出去 然后叫我老公来救火的 还怀孕七八个月把她直接从报到客厅里去 那是吓坏了 是的 当时过不了这么多了 房女士的预产期是3月14号 当时她挺个大肚子把孩子抱了出去 孩子的父亲在南边的房间也赶紧起来救火 后来他们还叫了物业来检查线路等 好在火马上被扑灭 损失只有那床棉被 过年前也处理掉了 方女士说这个房间现在儿子不敢睡了 我想如果再过一分钟的话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了 隔离售后有来拆开来过 这层全部焦掉了 然后里面的线路全部烧焦了 方女士家用的是隔离中央空调 方女士的公公王师傅说 儿子家的装修都是她负责 2015年装修好入住 空调起火后 她当晚就联系了商家 对方说联系隔离客服 客服安排人上门来检查过 可直到现在空调起火原因还没有明确 更别说维修了 三拨人 第一拨人是安装的人 他来直接说 他们没关系 是我们自己搞电池的人 没搞好 第二拨人就安装调室 没弄好 他自己说的话 第一现场不太放心 第二天早晨 八点钟又到现场 又打开看 确认是这个安装调室的 引起的问题 王师傅说 隔离售后的工作人员 他们也联系了一波又一波 可对方年前上门查找原因后 就没有下问了 他向领导不是反应吗 反应一直是没有回复 像中央空调 首先你要是派专营人员检查 是不是安装上面的 合理就不合理 不合理要怎么样来增改 不能用 你说这么的 这么一个天气啊 这个大肚子快要深 我们也比较 我们睡觉就睡不着 记者回播了几个 王师傅之前接到的电话号码 其中一个说是隔离空调 江甘区维修店 对方说 隔离的每个经销代理商 都有自己的销售网点 王师傅的事 之前是客服派发售后网点不准确 接下来 他们这边会上门解决 我们今天约了安装和建工 然后跟我们这边一起上门 然后去检查一下 具体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肯定是去给他解决问题吗 我是吗 你们能够拍摆的领导来 你来看了一下 跟我呼吁了一下 解决不了问题 肯定不会的 最后双方约定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 上门查找原因 再解决修理方案 有把混件记住报道